花蓮彰化同乡会举办的捐血活动二号项目举行 捐血车一大早来了吸引很多民众来排队捐血 而捐血前例行性的凉血压还有基本咨询 让整个捐血活动相当的热闹踊跃 在艳艳高照气温居高不下当中 花蓮彰化同乡会理事长陈栋吾以及总干事和理经事们带领着干部 会员同伴们展现服务热忱让现场热闹稳 同乡会参与招呼捐血人的服务工作 与民众一起来做善事 大家都认为善事做得越多人就会越来越年轻 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 花蓮同乡会 花蓮彰化同乡会 今天举办 捐血活动 希望大家来共襄盛己 同乡会不但联与花蓮县的乡亲 及关怀以外也要做公益活动 过去我们一直在做 今天也在办 下次有机会我们还要再办 对社会有公益的花蓮县彰化同乡会 都会继续再办下去 希望把这个捐血活动做得很好 大家都来捐血做公益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花蓮彰化同乡会理事长陈东表示 能有机会带领着会员走出参与社会革命活动 是非常棒的一项服务 同乡会成立以来每年都有两次办理捐血活动来照顾乡亲 同时也维持优朗的传承 并且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参与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而且捐血一带救人一命是爱心奉献 而不是口号 记得继续华社会老